跟我学习的你们很多是白领阶层的 白领阶层你们整天坐在那用什么就用的大脑 搞会计的 经理 搞算计的 搞营销的 你们整天不运动的 这些所有的这些 高级白领 白领 蓝领它有运动 这个白领坐在那耗大脑 是供养严重不足 因为大脑的耗养量 占了全身奢养量的20% 所以脑力劳动过度 大脑耗养必然上升 那么人体的奢养量是有限的 所以是你消耗的多 吃乳的少是必然是缺养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抑郁症 精神 恍惚症 躁矿症 高血压 等等 这些都是病根在哪 你也不少吃东西 尤其你们白领挣不少钱 吃的都比别人还好点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病呢 大脑缺氧 你现在知道了 所以现在在日本 我们的高压养仓项目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早在20年前 微压养 微压养就是我们1.3到1.5个大气压以下的 微压养仓已经在全球遍布了 现在在欧洲美国 他都有关于这个微压养的一些使用规定 已经是成数的科技项目了 并且这个美国他还发布了这个微压养可以治疗什么什么病的一个医疗公布 这不是说我们在说高压养 微压的高压养 民用养 他不是医用养 那么他能治哪些病 待会我给大家念念 那是人家美国要检局 美国代表着国际标准 他已经证明是可以治疗这些病了 不是我们今天在说 所以大家要换换脑袋 作为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接触 你存在着大量的怀疑 神之诽谤 神之否定 但是事实不是因为你的否定 它就没有这些功效 它是实相 这给大家讲了 源头在于缺氧 你把氧补上去 不缺了不就好了吗 就这么个简单 简单一个道 你的能量需要燃烧氧 转化食物 转化饮料 氧少了 火力不够燃不起来 那自然就不能够把它 蒸腾成 转化成能量 被你吸收 所以这样就导致什么 头晕 乏力 记忆力减退 那么这个反应迟断 反应迟断 工作效率你肯定是急剧地降低了 坐在那就是跟木头人愣愣的 这个事情没有效率 没有高效率 严重下去 你以为自己得了什么 抑郁症 造况症 高兴不起来 没有活力了 没有活力就是心中没有太阳了 太阳被乌云遮了 没有能量了 所以就缺乏活力 你看小孩子那整天活蹦乱跳的 他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不缺氧 不缺氧 他为什么不缺氧 人家体内这个机制 消耗的少 摄取的多 他一睡觉 自己肚脐尔会动 吸呼吸 吸呼吸的深度 比肺呼吸那要深多了 那吸收能量 吸收氧气的这个量呢 远远超过你的口鼻的呼吸 呼吸的量 后面我会讲 所以是对大脑系统有损坏 你缺氧对大脑系统有损坏 老年痴呆症 这个记忆力减退症 很多都是高级白领晚年的富贵病 白领病 那么你从现在就 你年轻也好 你即便是退休 你现在赶紧去补养去 补养去 所以是对大脑心脏 特别对心肌造成燃中的伤害 有的人猝死在这个工作台前 都是因为高度缺氧导致的